当地时间20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 波兰总统布达 在华沙共同出席 思路国际论坛 即中国地方与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 习近平发表题为 携手同心 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 强调 共商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区域经济繁荣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顺大势应民心 我们要弘扬思路精神 共创共享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 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 取得明显进展 这说明互学互建互利共赢的精神 传承千年不息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信念 绵延万里不绝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 文化上也存在差异 共处时必须相互尊重包容差异 共事时必须帮贫扶弱均衡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 是沿线各国共同的事业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合作好 发展好 分享好 习近平指出 波兰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好伙伴 两国有意远远流长 当前双方都有意愿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繁荣 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波兰总统杜达 波兰总理谢德沃 在致辞中表示 丝绸之路在历史和今天 都把欧洲同亚洲联系在一起 波兰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并在中东欧地区率先加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积极致力于欧亚合作 丝绸之路同琥珀之路连接起来 将为促进欧亚安全和繁荣 发挥重要作用